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里将临 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作为古代诗坛最耀眼的明星 李白的文学成就极高 但从政之路却不顺利 安史之乱爆发后 勇王李林趁机招兵买马 想借乱世称帝 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李白投靠了李林 在他的府里担任幕僚 后来唐素宗即位 围剿叛军 李林兵败被杀 李白也以赴逆罪 被判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夜郎 那时是在现在的贵州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 公元759年的春天 经过长期辗转流离 李白到达白地城的时候 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 惊喜交加 立即乘船东下江陵 到达江陵时写下了这首诗 所以此诗又名 白地下江陵 诗中的白地城固旨 在今天重庆市凤杰县的白地山上 江陵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市 这首诗描写了长江 自白地城到江陵一段 水流湍急山川秀丽的景色 诗人把预设后的愉快心情 和江山的壮丽多姿 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 巧妙地融为一体 全诗洋溢着诗人 在经历艰难岁月之后的 畅快与喜悦之情 诗人这样写道 清晨朝暇满天 我就要踏上归城 从江上往高处看 白地城踩云缭绕 如在云间 千里之遥的江陵 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 当两岸猿猴的提声 还回荡在耳边时 不知不觉 轻快的小船 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巒 整首诗风格飘逸流畅 意境幽远 诗中没有一个筷字 却写出了周行若非之事 也没有一处直接诉说心情 而诗人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 就流露在这字里行间 全诗给人一种风冷品拔 空灵飞动之感 洋溢的是诗人经过艰难岁月之后 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 所以在雄骏和迅疾中 又有豪情和欢悦 快传快意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 好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 感谢点赞关注 风雅集 我是张义 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 再会 请不吝点赞关注